2003年正當SARS病毒在中國蔓延時 俄羅斯《生命與安全》雜誌 在2003年第三期上 刊登了一篇題為 《SARS遠遠不僅是病毒的文章》 文章的作者名叫顧班洛夫·BB 是俄羅斯社會生態學國際研究院的學者 顧班洛夫通過一系列試驗和實踐 得出一個獨特的科學結論 病毒實際上是一種 再有精神道德方面信息的生物 它包含精神方面 也包含生物方面 我們人類所了解的 只是病毒的生物方面 這一方面 僅佔病毒的一小部分 所以現代的醫學 只是在試圖治療病毒生物的一面 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 它通過對於外滋病 肝炎 SARS等病毒的產生 和傳染方式的研究 發現病毒能夠在本利健康的身體上 自主地產生 發展 而這些人 很多都是沒有接觸過感染源的 對此 可能很多人會有這樣的聯想 經常感冒的人 稍微被風吹一下 可能就要流鼻涕 紅眼症流行時 無意間 看到病人一眼 自己可能就患上了紅眼症 還有癌症 為什麼這麼容易擴散 手術把腫瘤都撤除了 不過 他又在身體的其他地方落腳了 顧班洛夫指出 人的大腦在活動時 可以產生一個有形體 而這個思維有形體 卻有正與不正的善惡之分 顧班洛夫通過研究得出來的結果是 任何疾病 首先是患者 在精神道德方面 潰敗的結果 其次才是患者 機體外殼的損傷 如果人的機體和精神道德 都是健康的 如果人體總能發出 正的思維有形體 這樣 當病毒接近人體的時候 病毒就會被粉碎掉 從而使人能夠保持健康 而那些經常發出 不正的思維有形體的人 也就是經常發出不正的 大腦輻射的人 就很容易染上病毒 即使 只是有病毒攜帶者 從他身邊走過 或只是注意到他 都可能令他染上病毒 這是 人體對病毒的偶然獲報 這位外國學者 經過研究 還發現 當一個人的思維有問題時 在他身體周圍的能量層中 就會有相應的變化 就好像人在感染肺炎的時候 就是因為自己不正的思維有形體 令身體周圍的能量層 在左上半身的部位 產生了果露 這樣 有了這個果露的地方 病毒也就很容易入侵了 中共病毒爆發至今 已蔓延全球 死亡病例數 早已遠遠超過當年的SARS 這樣 這個病毒會不會有思維呢 會不會長眼睛呢 它對感染對象會不會有選擇呢 如果沒有生維有病毒會不會有身體 馬上間相當地的火炎 就是一種東西 蠻形象 最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